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号 我是陈坚 5月8号是香港客区行政长官选举日 之前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就公布了他的施政纲要 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提升香港政府的管制能力 第二呢就关注民生的话题 解决基层民众的住房问题 第三提升香港竞争力 第四叫营造一个关爱社会 关注年轻人的发展 我想这四个方面都是香港民众所关注的议题 那么在这个新的执政理念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思维 他就要引入企业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KPI的这个模式来管理 那他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种机制呢 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如何带领香港一起开新片呢 相关的话题今天的节目时间 陈坚请到的是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 谭耀宗太平绅士 一起来分析一下 您觉得李家超先生的这个施政纲要和现在我们香港运作模式来比较的话 有怎样的创新呢 李家超先生他在起草这个政纲的时候 他也总结了现在政府这个工作方面的情况 而且呢也听起了各界人士对政府的看法 以此在其他政策层面 大家有什么意见 所以他现在的政纲拿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反映得水平好 但应同他的政纲所提出的方向 主要这个当领这个内容 大家就同意 比如说对政府的要求 他就提出来要结果为互标 这要求以后呢 我们不光是按照政府现有的有关这个情绪啊 规定来办事 还有考虑起因 而且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 要考虑啊 那个结果啊 不能是光是按照情绪来办事 所以节点呢 也是大家非常赞典的 所以要移高政府的效率 政纲中关于呢 如何提升政府的管制能力 解决民生基层民众的住房问题 还有呢提升竞争力 还有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关爱社会 关注年轻人的发展 这都是香港民众非常关注的焦点所在 那么其中有一个思维啊 是创新的管理思维 那就是引入企业管理的这个KPI模式 那么以结果为目标 这样一个理念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现在现在为了变化的很快 启明的期待也高 很希望呢 政府做出来的事情 要尽快 可以符合 的诉求 所以呢 这外政府就好对了 怎么样 是以民为本 像内地 也是这样说吧 这样做 说我们也要 不然的话呢 使民族就从 很有期望 到最后的失望 所以 政府方面 又怎么样提高 这个效率 所以在 政府的公务院的团队里面 怎么样是 令到 团体的公务员 都要明白 这个 民族的期望 这个诉求 我们怎么样 通过我们工作上的改变 来解决 为民众来解困 为民众来做事 为民众来解决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问 在圣钢所涉及的 四大领域当中 您觉得 首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首先要解决了 民生方面 那个房屋问题 一级来讲 都是对我们很困扰 有好 二十几三十万人 他们在等着 要解决 房屋问题 房屋的问题 也不是一下子 可以解决 因为 有土地 在建房子 香港 一般 发的时间 比较长的 路过小土地 到建的房屋 一般来讲 要有 五年 六年 才可以 大动目标 所以这个 我们就想办法解决了 另外呢 现在有疫情的问题 经济 又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怎么样是能够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然后呢 把这个丁地呢 尽快 把它 恢复过来 也是很重要的 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比如说怎么样令到大杀 都能够团结一纪 来解决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他那个口号叫 我和我们 同为香港 开心篇 就是这个道理 不光是 特首 光是政府 民间 我们都一起 我和我们 大家一起来 为了香港 看未来 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 香港的疫情 已经是取得了 阶段性的显著成效 那么在国际方面 这个各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活动 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我们现在呢 要建设北部都会区 而且定位成为是一个 创科中心 这也是继香港原有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 这个基础上 又一个中心的定位 也是香港的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增长点 那么也是融入国家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 十四五规划的一个 重要的抓手 如此宏伟的蓝图 应该怎么样来变为现实呢 对 首先呢 防疫抗疫的工作 我们要继续做好 不要让它又反复 又反复的时候 我们又付出代价了 所以这个要做好 预案 做好准备 任何时候 再发生第六波的时候 我们马上可以控制 不过像上次 第五波 疫情的时候有点乱 乱了我们就付出的代价就大了 然后呢 我们要尽量的外防输入 我们也可以在国际上的 那个贸易这个交往 慢慢的又恢复过来 然后呢 也争取 内地通关 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马上传开放 但是都能够一步一步 尽量的可以减小 个离的时间 就变得了 也是比较前面的 所以呢 我们就想利用我们新界北部 这些地方来开创 那个科研 然后呢 内地就可以 再搞市场 这个发展方面的工作了 在文化方面 我们应该也有条件的 比如看我们的西九的文化区 而且呢 香港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的地方 而且呢 大湾区有七千多万人口 文唱方面 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潜力 香港也有一批 艺术工作节呢 他们也可以 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要增加我们那个吸引力 让更多人来到香港 找工作 来到香港来发展 利用我们跟内地 这个游戏来发展 当然大家都明白 因为疫情的问题呢 过去两年 这是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疫情一定会过去的 这个日子也不过 也很远了 应该是慢慢可以恢复过来 确实 这个融入大湾区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蓝图 也是大家非常期盼的 那么以前 我在这个政府媒体 香港电台工作的时候 十多年前 曾经就有一个建设9加2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我们各个省区的这个媒体呢 也每一年在不同的省市 进行这个论坛 讨论发展 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 像这个大家预期的那么理想 那么这一次大湾区的发展 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其实呢 大湾区对香港这个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地域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疫情的问题 很多事情便要停了 很难去推动 但是我认为是大湾区 确实是很多可以大家合作 发飞的地方 9个城市 他们都有他一定的基础 有很好的条件 如果香港进一步 根据各式的条件来研究 来推动 我觉得应该很多可以发飞的地方 我们知道香港原有的公务员团队 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了 那么现在李家超先生提出说 要提升政府的管制能力 引入KPI模式 这对于公务员团队来说 又带来怎样新的挑战呢 是的 因为我们对未来呢 我相信新的拳手跟那个问者的团队呢 他们一定会比过去来讲 更加要应征来做好这个服务 而且呢 不光是问者团队要做好 还要通过问者的团队呢 怎么影响到团体的公务员 公务员方面呢 也要令他们明白到那个 复习民做好这个工作 应该部门部门之间 怎么样要加强这个沟通 工作 但他们各顾各 各自做本身部门的工作 那是不够的 因为有确实是很多事情 是不同部门都有 但是夸部门的事情 是很难搞 所以以后呢 节点 我这样子要改变 公务员内部的文化 来怎么样来推动 来做好工作 香港发展的大机遇 已经是摆在了我们面前 如何迎接这样的一个 崭新的挑战 您觉得香港要做好 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当然香港呢 违回以来 我们的经过不想挑战 人有些呢 不是本身的问题 是外来的因素的影响 因为香港是个过去城市 在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 不可能对我们有点踪迹 有点影响 同样 内地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受到影响 所以节点呢 我们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所以呢 新的扯手 以后呢 也要做好一些预案 做好各方面的防范 在安全方面的防范 除了这个国家安全外 还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 比如说举个例子 金融的安全呢 食品的安全呢 以及方方面面的基础检测 等等 这些安全的因素 也要做好防范 然后呢 当有重大事情发生 这时候 我们怎么应对 所以呢 在李先生 在他政纲里面 也提到 要做好应急的准备 现在内地也要有应急部 当有重大事情 重大灾害的时候 我们怎么要应对 也要准备好 有机器 有人手 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也要做好 像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出现过嘛 哎呀 人手不够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呢 这些问题呢 我们应该要 要预案 要有准备 把有关的困难 减到最低 刚刚您就提到 要有危机意识 而且呢 万一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有各种的预案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的重要 环顾全球现在国际局势 扑速迷离 大国之间的国益 还在持续当中 那么香港今年正好是 回归25周年 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 您觉得如何才能够提升 我们的竞争力呢 因为大国的国益 会带来更多新的 不稳定的因素 作为节点 我们也要充分的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等 我们要 首先要 自己要做好 提升我们的竞争能力 希望通过提升的话呢 也吸引更多的人才 因为呢 现在呢 在欧美呢 都很多不稳定的 人数 如果 我们在香港 相对我们的社会 稳定 我们就能够赢 更多的人才 来到香港 更多的 资本 来到香港 所以你看 我们那个 金融市场 有很多 来上市 来 希望在香港来允止 所以 我们暂时来讲 我们那个 金融中心 这个技巧 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希望 把我们 这个 有技能数 能够巩固下来 然后要提升 这个竞争力 吸引更多 来自 世界各方面的人才 迎对 一起 帮助 推动 香港 这个经济发展 谢谢 谭斯尔 给我们介绍了 李家超先生 这个政纲 所涵盖的 四个部分呢 都是香港民众 非常关注的议题 首要解决的 就是民生 基层民众的 住房问题 因为从发现 这个土地 然后建屋 这其实需要 一个周期 可能要五到七年时间 但是一定要提升 这个速度 不能够一天之内 或者是很短的 时间就解决 但是呢 已经在想办法 比方说研究 让已经建成 但是配套设施 还没有完善的 这些公共乌村呢 能够让民众 先行入住 那么在这个 口号方面 李家超先生 提到的是 我和我们 同为香港 开心篇 让大家看到 这个新的政纲呢 是考虑到 民生方方面面的 诉求 那么在提升 政府管制能力方面呢 也就强调说 这个公务员团队 要有使命感 要提升这个服务意识 也要加强部门 与部门之间的合作 那么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要保持 也要提升新的竞争力 把握国家 这个十四五规划 发展北部创科中心 和香港的民众一起 同为香港开心篇 好的 谢谢谭瑟尔 今天给我们的详尽分析 也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这里是香港号 我是陈坚 我们下次再会 按订了 一张 小吗 小吗 不订了